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大蒜上 很高产的一个 主要的措施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 就要开始进行 那么大蒜 从这个 抽完蒜桃以后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措施 就是一定要是用这个 空王剂 那么我们常见到的空王剂 比如说 嘻笑座或者是矮状素 这些实际上都可以 一般的 从抽完蒜桃之后 从这个时间我们开始 去使用这个空王剂 一般建议咱们朋友们可以去使用 嘻笑座和 矮状素 就是复配的 开始去喷洒 那么建议一桶水的量 建议要使用到 25克到30克 这样的一个量 来控制地上的一个生长 从而出地下这个 蒜头的一个生长 在这个时间段 只要抓好这个措施 最主要是增产10% 很轻松 空旺之后 那么间隔一周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去使用 大蒜的棚蒜肥了 那么棚蒜肥呢 我们可以去选用这个高甲型的肥料 高甲型的肥料 可以去采用这个 氯化钾 或者是这个硫酸钾 或者是硝酸钾 等等都可以 大蒜的实际上它是不计律的 都可以去使用 好 好